各位朋友 今天是5月份 除了一日 明日是6月1日 星期五四點鐘 剛剛公佈了中原城市指數 這個CCL就是歷史性的時刻 今天就報189.42 比上週就升了0.42 對比歷史高位 2018年8月的歷史高位 是升了0.4 上一次的歷史高位是188.64 今天就同一日 政府公佈了參加密業股價署的 樓價指數 樓價指數連升了很多個月 今天也是報升的 亦是 很多個月就差不多是6年 堆上6年才升了3.2% 在6年前的2月份 是 從一時間亦試過升3.2 即是說 是6年的升高 相對兩個指數 都是很科學法 代表著香港樓價的指標 在樓價的指標來說 搭了6月 其實在5月的下旬 樓市是有少少變化的 不過可以這樣形容 就是量跌 價升 價是繼續升 但是量是跌了的 譬如我們每週的 十大屋苑的統計 如果今5月份 十大屋苑的月結 就對比上個月的4月份 是下跌了35% 這次只能看到 在5月的下半旬 十大屋苑的 成交 明顯是跌了 而大部份的成交 都在上半個月 促成 究竟發生什麼事 其實看到 最重要是 第一 就是 中美的貿易戰 其實貿易戰 每天都反反復復 但是 壞消息比好消息多 變成在5月的下半旬 壞消息是多了 大家 都恐怕 貿易戰會惡化 如果真的惡化下去 去到經濟衰退 或者 影響到 經濟層面 大家 市民都很擔心 置業 會不會是 日後的經濟不好 樓價是會跌得很厲害的 另一個 都是辣椒 就是 去年 加強版的 居屋 去年俄陸礁 8月推出的時候 就加強了 即是說 公營房的比例 由 4-6變3-7 其實這次的居屋 也是歷史的 很多新的指標 就是歷史最多 一次過推出 4800多伙 另外 6個樓盤 在市區的 黃金地段 很多 我相信這次市民去抽居屋 如果教材住可以買私樓 1000萬樓以下的 准賣家 部分都會被 居屋所吸引 居屋這次要到6月12日才截止 截止公佈的超額 我相信都會超過30萬張 有機會接近40萬 但抽籤結果到8月才有抽籤結果 要回流 去私樓市場 我相信要8-9月11月才會有回流 鎖了幾大部分 准賣家的購買力 就在等居屋 另外 剛才說的 額謀戰 是惡化了 所以 6月其實是考驗的 究竟可不可以繼續去創新高呢 我估計升幅應該會放緩 沒有之前的幅度那麼大 現在就有高位增持 但是成交中數會少了 無論是一手號、二手號 6月1日發展商都試試市場 明天有很多貨幣 大家都是把貨幣全部推出 都是幾百間 如果6月1日的貨幣 周六日賣得好 我估計 大型的新盤 全新的新盤 會陸續推出 大家要置業的 可以參考兩個指數 去計劃一下未來置業的大計 多謝大家